比利时晚报 报道称 当地时间6月29号的晚上到6月30号 比利时警方在布鲁塞尔逮捕了超过100名 参与骚乱的年轻人 其中多人持有武器 6月27号 法国警察射杀少年事件 在法国多地引发持续抗议和骚乱 骚乱随后扩散至比利时 根据比利时媒体报道 已有布鲁塞尔烈日等多地的年轻人 举行集会并发生骚乱 报道称 比利时警方6月30号晚 在布鲁塞尔增加了警力 以防止骚乱升级 6月30号 中国驻法国使领馆 发布安全提醒 提醒旅法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法国社会安全形势 避免前往游行示威及暴力冲突区域 并采取切实措施 加强个人车辆住所和商户安全防范 临时来法人员尤其要提高警惕 谨慎出行 如于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 并联络中国驻法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 是0033-153-75884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24小时的电话是008610-12308或008610-656-12308